周一是高中以下学校开学日 如果你到学校发现全校只有你一个学生 这会不会太寂寞了 刚刚说的可不是发生在偏乡学校 而是在台北市蛋黄区 原本是玉达高职 今年6月才改名叫 玉达学校才团法人 台北市司令普林斯顿高级中等学校 过去玉达高职全盛时期 日夜兼步学生高达1.4万人 如今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才决定改名改运朝双女学校迈进 开放招收国中两班 国小三班 不过 事情不是让学人叫你甘胆 从8月初招到现在都开学了 国小班里只招到一位学生 国中班更惨 直接挂蛋 北市教育局对此夜表示 9月底之前学校都还可以招收新生 不过新生名册最晚最晚 必须要在9月底送到教育局 另外因为是私校的关系 所以必须自己负担盈亏 到时候如果真的只收到一名学生 也还是要正常上课 学校也不能逼学生转学 除非是家长自愿办理才算数 苹果新闻网至接稿前 均会取得普林斯顿校方的回应 如何解决造成难题 只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没有再扯 只有更扯